櫃子裡面標籤機 這個大的旅行的地方塞 大家是不是都覺得我家都沒有雜物 還是有啦,我們都收納在這個櫃子裡面 這個櫃子是系統櫃,原本是當成一個鞋櫃 但是我們家鞋櫃大概這個櫃還有這裡 就收納的下了 還有後陽台,後陽台一部分是我的鞋子 這個位置我就把它當成一個雜物出餐櫃 真實的一面,有沒有很雜亂 它就是一般正常人家裡會有的一些雜物 把它全部光在這裡面,所以收到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 從上面開始整理吧 上面主要就是一些玩具盒啊 這我老公堅持要留的 像這種小電器類,沒有什麼問題就可以把它丟掉 我老公電動的盒子,這個我就不擅自把它丟了 把它留下來 GoPro的盒子,這個也要留下來 家電的說明書,我全部都把它統一放在這裡 這些東西就繼續保留下來 沒必要的盒子就掉 我老公的不知迷三星的線,留下來 留下來 這些是櫃子裡面剛剛整理出來的雜物 我現在要把它分類一下 想不到拍攝的盒子有這麼多 有些是正義 怎麼會有這個 一些小朋友的文具 畫筆啊,桌遊之類的 還有這個吹泡泡的 不知道怎麼分類的就放這裡 這個也放過來 然後這邊還有整理出來我新入手的標籤筋 上面都是標籤,給大家看一下 隨著年齡越長,這個人龜毛行徑越來越嚴重 就什麼事情都喜歡 緊男友去拿到統一的那種感覺 一開始我是用紙膠帶手寫 但是我的字真的太醜,醜到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後來呢,有入手一台簡易的標籤機 可是那個標籤機不知道怎樣 就是字都會消失不見 就是等於我白標了一場 後來我就上網去爬文標籤機這個東西 我看到那個手作達人在分享這一台標籤機 那我覺得它的外型跟它的功能都很不錯 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型 很可以,是整台白色的 然後裡面做這種淡淡的粉紅色 再來就是它的操作非常的直覺 大概摸個兩下就會了 最主要它的功能真的太厲害了 像他們的標籤袋是耐久型的 我小朋友的餐具啊,水壺都有另外在製作過 烘完機烘啊,或者是我平常這樣子洗啊 它字都是不會掉 標籤的花樣選擇也多 像我們家惡哥喜歡蛋黃格 我就有幫他買一卷蛋黃格的 然後還有其他三立歐的圖案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都會很喜歡啦 那還有像這種香春風的小碎花 我是把它用在廚房的調味料裡面 就可以常常看到 另外我再推薦三種我覺得更實用的用法 像這個還有做探印標籤的功能 像小乖都要準備衣服去幼兒園 我就會做像這樣子的衣服標籤 讓你老實知道這是誰的衣服 就不會弄錯 我還會用在抹布的分類上 像抹布有分成擦地板跟擦玻璃的 它上面還可以設定一些可愛的圖案啊 比如說掃把那些的 就可以讓整個標籤變得更可愛 這個我是用熨斗燙上去的 我洗過好幾次 這個還蠻耐的 我之前有買過像薑紙用手寫的 這個就很容易掉 那像這個呢 我自己是洗過好幾次 這個不會掉 這還蠻耐用 還有像這種磁鐵型的標籤 這個也非常的實用 像我自己會把它用在無印的髮廊保鮮盒上面 它可以直接吸在保鮮盒上面 要換的時候也不會留下貼痕 隨時要換就隨時的拿掉 那我們家還有一些未繳的帳單啊 一些通知單之類的 提醒自己要記得繳 像他們家的標籤不容易掉字 所以我冰箱裡面的食材也有做標籤 有些媽媽可能一次會購買大量的食材回家 它內建還有一個功能可以標示日期條 就可以很清楚的標示進去 這對家庭主婦在掌控家中的食材有很大的幫助 還有這種斷代功能 就可以幫自己客製化一些斷代 像我上次聖誕結合同學交換禮物的時候 我就有助我們的友情斷代 那其他的還有是一些利用啊 像電器插頭的分類啊 還有幫我兒子做餐帶做姓名扣 可以去買像這樣子的打扣機 這是適合扣 就可以把斷代上面打上這種扣子 總結一下這台標籤機 第一個呢它的標籤選擇性很多 它的標籤屬於耐高溫耐寒 還有耐化學腐蝕性 所以不用擔心它會掉字 再來呢它的標籤選擇性真的很多 像磁鐵啊 斷代打扣 跟熨燙這個功能 這幾個功能我就覺得說 一般家庭主婦都用得到的功能 再來就是它外型真的很可以 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做一個拉鍊 那我自己都是把它收納成這樣一欄 那要用的時候就整欄這樣抽出來 上面呢我還有自己做上一些標籤 就可以知道你有哪些東西 就清清楚楚的 那看起來就整個很舒服 我大致上就分類好這些東西 我現在把它放上去櫃 還有夏天才會用得到的一些小朋友的水槍 還有小電風扇 放上面好了 OK 上面就整理好了 接下來是下面的位置 這邊也是超級亂的 我一時之間 有時候忙的時候 東西就是隨便亂塞 隨便亂塞 關起來 眼不見為跡 這是藥皮的東西 先暫時放這裡 等一下再處理一下 先跟大家講一下這邊的收納好了 這邊是我的針線盒 這個盒子裝得放電池類的 這是我們的鑰匙 我們家的房間鑰匙之類的 外出要用得到的東西 曬啊 還有酒精 口罩 就放這個盒子裡面 還漏了一個防紋液 巧框鍵就塞一個文件夾 可以做一些分類 下面呢 就是統一都是藥品類 我一樣把它全部都拿下一次做整理 像小朋友去診所拿一些藥水回來喝 用不完的 我就統一把它集中在一個盒子裡面 這是上一次沒吃完的藥 這個可能要把它處理一下 像這種外用的藥比較常拿出來用 小朋友也會自己拿出來擦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外面 我這裡有去大串買像這樣子的層架 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隔層 下面這位置是專門給我老公放工具的 他自己有像這樣的一個工具箱 像這樣工具箱 稍微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就一些 我也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但是我之前很喜歡 Afternoon Tea的一些盒子 那之前是覺得很漂亮 都會把它保留下來 後來真的覺得也不必要 把它給小孩做美了 或者是什麼樣子 處理掉 還有男孩們的車車 這樣子放 忘了跟大家說 露營箱上面為了貼這樣的標籤 這支真的很耐磨 完全都不怕掉 像我之前貼的就是掉了一塌糊塗 這個都不會掉 然後分類的一清二楚 我自己在做完這些標籤的時候 自己坐到這邊看了很久 就覺得很滿意 整個強迫症大發耶 有沒有覺得很讚 沒有死動 他就不適合這優點 在最初沒有遊牧場 但是你們在其中間看了 是不一樣的 我還是在外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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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烤饼 1个烤饼 śli切成 黑胡椒 豆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整理好了 現在我要整理我們家過年的時候要回國家 還有去南部小旅行的行李 後面這些就是我剛剛整理好的行李 準備用這個大的袋子裝起來 剛剛把小朋友衣服三天份的先把它這樣配好 這個大的旅行袋收納起來 雖然的襪子 這是我們要戴這個大的行李箱 一些贈品的牙膏 找個角落塞 相機手機的充電 然後這邊是我老公的部分 這邊這一袋是我的衣服 然後這次我有多戴了背心 這是我們要上阿里山然後怕天氣不要冷 我有多戴一件薄的背心 然後還有一件內搭 像這種裡面是刷毛的內搭 就穿起來比較保暖 化妝品保養品 然後這是內衣褲 找地方塞 是要這樣阿 然後這邊還有一袋是要裝除夕跟初二回娘家穿的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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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